周少康宣布重返国民党 更抛出选主席的震撼弹 搅乱主席选举的一池春水 而背后甚至有韩国瑜暗中力挺的影子 韩兆联手重回党中央 是不是也表示 江启臣代表的终身代改革走向失败 我不会去解读就是说 这样子的一个部分是一个所谓什么路线之争 还是什么世代之争 还是年龄之争 还是说一些观念上的不一样 我倒觉得这个其实 中国国民党的政治公谱其实非常非常的大 党是一个大的组织 而且团体也非常大 那很多的成员爱自身责之切 赵先生我们国民党欢迎他回来 一起来推动改革 国民党内部急忙缓夹 强调一起改革才能更壮大 不过已经算是政治老童的赵绍康 还没正式回归 已经掀起主席选举的争议 甚至传出赵涵结盟进行中 如果赵绍康无法选主席就改支持韩国瑜 而韩国瑜当选主席后 赵绍康改选台北市长 两人2024搭档挑战总统大位 如果赵绍康当上主席 2024一样可以跟韩国瑜搭档挑战总统大位 我觉得我认识的政治人物里面 那坦白讲并没有这么 并没有算机这么深的人 这个合作模式会是怎么样 目前坦白讲看不出来 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单方面的劝进 我想过去韩国瑜先生跟赵绍康先生 其实他们大家都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在整个国民党蓝营的数位内容里面 其实他们是有事 周收看本来就有大批的蓝营支持者 如果再加少韩国瑜的立体 对江启成为领导的党中央形成极大压力 韩州联手对国民党是加分 还是造成分裂的扣分 台湾政坛都在等着看 欢迎新闻 瑜德晴阳指玉台北报道